這裡是Noodle Lab Hi 我是小絲 想來點未來壽司嗎? 使用3D列印製程 量身客製化的營養需求 超越壽司準備為你帶來 超越想像的一間壽司店 在日本有2000多年歷史的壽司 成為了日本代表性的食物之一 由師傅捏制而成的記憶 現在徹底進化成3D列印壽司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 這一間未來壽司店 想像一下 當你走進一間壽司店 店內會馬上掃描你的臉 接著計算出適合你的營養物質 整間店的3D列印機 與機械手臂開始動起來 量身訂做你的壽司菜單 3D列印完成的壽司 就這樣送到你的面前 這不是科幻電影的劇情 在現實生活中 這間店原本預定在2020年東京開幕 但現在因為疫情 不曉得這間店會不會改變計劃 目前是查不太到相關資料 但未來有這麼一間店 還是讓人有期待 名為超越壽司的這間店 是由日本OpenMills研發 人類過去經歷過4次食物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使用火煮熟食物 第二次革命是農業生產食物 第三次革命是發明的保存食物的方法 第四次革命是大量製造食物 而OpenMills正在推動的是第五次食物革命 數位化食物 什麼是數位化食物呢? 顧名思義就是把食物利用數位方式呈現 再用數位製造 像是3D列印、CNC等等的方式製造出來 這背後通常會建立一個食物資料庫 並可以通過互聯網分享到全世界 除了壽司外 OpenMills還有研發3D列印和果子 等等後面會介紹到 接下來就先來看看 3D列印壽司店是怎麼運作的 超越壽司這間店是採用預約制 當你定位完成後 會收到一組健康測試套組 用來提取你個人的DNA與生物樣本 接下來這些資訊會製成你的健康ID 有了你的健康ID後 超越壽司即可針對你的健康狀態 與所需的營養來客製化你的餐點 當你進入這間店 系統會開始掃描你 廚房就會開始動起來了 而這間未來廚房是怎麼構成的呢 首先使用膠囊成裝原料 類似分子料理的概念 原料是萃取各種食材本身的營養物質 更有14種營養物質 會根據你的健康ID調配 而壽司師傅就是3D練衣機啦 會抽取膠囊內的原料 開始製作每一款壽司 再由機械手臂把壽司組裝起來 就可以上桌啦 菜單的部分 使用系統化設計食物造型、味道、營養等等 數位化食物有趣的點 除了客製化外 造型設計也可以很跳脫 原本認定食材的形狀 超越壽司有8種不同的口味 仔細看看他們的造型 來猜猜這些壽司是什麼口味的 第一款是紅色物質包覆著六角形結構 疊在白色粒狀體上 這是鮪魚壽司 下面白色粒狀體是做成米飯的感覺 第二款造型小絲自己還蠻喜歡的 是採用放射性結構 這一款是海膽口味的喔 第三款做成平商城堡的形狀 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口味 這其實是烏賊口味的 第四款採用蜂巢結構 看起來像是壓它 它會彈回來 做出有彈性的口感 那這款是章魚口味的 第五款做成鴿子結構呈現 居然是蝦子口味 第六款很特別 看起來毛茸茸的 口感感覺會很特殊 其實這是鰻魚口味的 第七款比較看得出來 像海苔包著飯捲 這其實就是小黃瓜飯捲 最後一款叫做高湯宇宙 是薄膜包上高湯 把湯直接結合在壽司裡 裡面的圓球結構會在裡面飄來飄去 兼具視覺美感 看完了超越壽司這間店的介紹 有了主菜再來要來點點心啦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 三地獵鷹核果子 Open Meals製作的核果子 名為Cyber Wagashi 利用地球氣候為概念製作核果子 核果子的造型跟顏色 與氣壓跟溫度有關 在地球上的不同時期 氣壓與溫度都是不一樣的 Cyber Wagashi 是利用資料庫去演算過去或是未來的氣候狀況 傳統手作的點心 進化成3D獵鷹製作出來 這張圖是代表不同時期的核果子 可以看到2020年比起2004年 顏色較深紅旋轉的造型也不一樣 代表2020的氣候比較熱 氣壓也較高 越藍是代表溫度越低 除此之外還可以做不同日子的颱風對照 可以找個特別的一天 去看看代表那一天的核果子長什麼樣子 就可以大概得知那天的天氣狀況了 不管是壽司還是核果子 在日本的歷史中都經歷過不同代的演化 才塑造現今我們認知的樣貌 而現在科技也開始慢慢在改變飲食文化了 除了3D獵鷹食物 現在也有3D獵鷹玻璃、鞋子、家具等等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啦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